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脸太小 但是市售的成人版口罩太大戴不紧 导致他骑车转弯的时候 这个口罩位移遮住他的眼睛 害他出了车祸 前的状况连接给记者松林 好 可以看到粉红色外套街灯骑士 一右转就撞上前面白色休旅车惨摔在地 到底有什么困难受伤女骑士抱怨 政府征用配售的成人版口罩 对他来讲实在太大了 因为脸比较小一直戴儿童口罩 在事发当天刚好用完才跟家人借成人版口罩 他从至上路右转故公路时 车速只有三四十 却因为口罩戴不紧往上滑遮住视线 短短一秒钟就足以让他撞车受伤 左脚骨折 需要四到六个星期才能康复 因此他忍不住抱怨 口罩太大也可能害死一条命 以上最近情形 好真的是很久一车在路口大回转 竟然撞上了广告梯吧 有一名女乘客突然说要下车 司机不让 他竟然说司机绑架他 今天五报大头条 头条焦点 我们要带你来关注的是 WHO的秘书长谭德赛 他说呢 台湾对于他人身攻击 还指控说他自己因为他的肤色而受入 这三分钟的发言一出 引发了各界的反弹声浪 现在出现了一个在英国留学的台湾女生 叫做林薇 她非常的勇敢 而且速度很快 她自己拍了一个影片 她要求谭德赛要向台湾来道歉 因为她说谭德赛 你就是带头散布一个假的消息 她怒劈你身为一个WHO的秘书长 你说话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 四分多钟的影片 也引起了广大回响 甚至总统蔡英文也在这个影片下面 留言给这个女生 她跟她讲说 谢谢你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 为台湾给发声 就连总统看了这样的影片 都觉得好感动 只不过我们要记得谭德赛 因为谭德赛的助攻 现在台湾登上了 Google的全球热搜 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正式上面 昨天谭德赛这三分钟的发言 针对台湾而来 这三分钟 昨天她一出的时候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就在问记者说 到底谭德赛为什么会突然针对台湾 是有人问了她什么 还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她今天会突然针对台湾 因为这三分钟的关键记者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每个人说什么话都是有她的原因在里头 果然后来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阴谋论 谭德赛为什么要这样说 现在原来我们要小心 不要中了谭德赛的圈套 今天她要开这场记者会 她是要来污名台湾 还要来抹杀台湾防疫 而且重点是她想要来转移焦点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她昨天这场记者会当中 她全部都是用种族这个东西 来操纵这场记者会 她说呢 我以黑人为傲 甚至她也说我们台湾 是有点种族歧视 她用这样的方式 想要让谭德赛成为这种 阻挡歧视的民族英雄 所以今天也有人特别在提醒台湾人说 如果今天我们对谭德赛生气可以 骂她可以 但是我们要小心 我们在骂她的时候要记得 在用字潜词上面 要小心不要掉入到了 谭德赛的圈套里面 今天这场三分钟的记者会上面 不要忘记了 她是利用WHO的平台 放送给全世界来看 但是台湾现在还是身处于弱势 今天我们发送的记者会上面 或许看到的人真的不多 现在就连她的母国 也都跳出来帮她说话 包括总统也说 我们整个非洲都支持谭德赛 还有非洲联盟也公开力挺WHO 但是有用吗 现在各国网友也都不买单 在全世界都在不爽WHO 跟不爽中国的状况下 现在各个网友也把谭德赛 还有中国的恶搞图也是连发 而且你要看到的是什么 现在就连川普的儿子 也在脸书上面在讲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承认台湾 还有我们这边政府的方面 也有做了一些回应 包括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他现在谭德赛乱说话 他应该要道歉 他也觉得谭德赛不够格坐 那个位置 而另外我们外交部长吴钊燮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很有 所谓的高度在那边 他对于谭德赛他没有任何的批评 他而是做他该做的事情 他在美国华府智库 哈德逊的研究所发表了演说 他就是在分享台湾防疫 怎么样防疫 然后要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好 谭德赛他不是说吗 我们在攻击他 而且时间长达三个月 那我们就去查真相是什么 调查局还你一个真相 结果来攻击谭德赛的是谁呢 结果是中国网军 中国网军假冒台湾网友 代表台湾对谭德赛要来道歉 所以意思是不是说 今天有点反过来 中国攻击谭德赛 但是谭德赛误以为是 这些中国网友是台湾这边来的 还是其实他早就知道 但是他一直要把他认为 把这个东西灌在我们台湾头上 但真的有用吗 现在全世界都在帮台湾发声 好 今天我们还是要来关注 在这个台湾武汉肺炎 有关于案379的最新进度 到底是怎么样 台湾市有一家酒店女公关 确诊为武汉肺炎 不过一开始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对外公布的时候 说他没有上班 平时都待在家里 只有偶尔外出购物 被认为应该只是家庭主妇 没有想到一夕之间 身份大逆转 从原本的家庭主妇 变成酒店公关 哇 这个东西 真的是翻转到不行啊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里面 是有引擎在里面 为什么这个机关署 一开始在开记者会的时候 有点吱吱呜呜 说不清楚 是因为这个女生 真的是有引擎 据说因为经济因素的关系 她没有跟家人说 她在酒店是做什么的 她跟家人说 她在酒店是当会计 那她说她每个礼拜二 礼拜五 礼拜六 在酒店当会计上班 但是实际上 她是在酒店当公关 那如果她在酒店当公关的话 算下来她每天接触到的人数 非常非常的多 至少有五十个人以上 但是由于一开始 她没有办法告诉 这个机关署的人真相 所以她一开始是有说谎 但是是怎么样可以突破她新房 原来背后是 依赖着卫生局人员的细心 在第一次疫调之后 他们就发觉 其实有一点不太对劲 后来是桃园卫生局 有一个女科长 她成功突破了 这个个案的新房 还原了她的真实身份 好的 也因为这个案379的关系 中央下令全台酒店跟舞厅 停止营业 那你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台语歌手 叫做但是林 她的老公是北部知名的 夜店跟酒店大喝 她在脸书上面 就抒发了自己心情 她认为说 现在所有的酒店跟这个夜店 都要跟着一起陪葬 她认为有一些些不公平 只不过她也在脸书上面 喊话说 大家不要误会 小英总统也是我的偶像 只不过她认为 是不是说 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只不过我不得不说 你说没有确诊的店家 也要陪葬 难道是说 你要等到有确诊的时候 才要把店关起来吗 在这种防疫的时候 或许我们还是超前部署 会比较保险一点 但是网络上面 有一则笑话 说这个案379 做了一个历任警政署长 都没有达成的任务 就是抄掉全国的酒店跟舞厅 而另外 昨天是中央下令 说不能开门的第一天 我们就去了中山的林森北路 你可以看到暗蒙蒙的一片 这样的林森北路 您有看过吗 但是昨天说的是酒店跟舞厅 但是可是不包括阿公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在阿公店这边 一样人还有这个灯 也都是亮到不行 你有没有感觉 这种两样情的感觉 但是当然这是北部的部分 但是昨天中央下令 可是北中南 昨天高雄市的副市长叶匡时 就到了金巴黎舞厅来展开鸡茶 只不过到场的时候 业者说舞厅只营业到下午 晚上我们再去看 怎么发现客人跟舞小姐 都挤了一堆人 舞小姐穿得还很清凉 难道是偷偷营业吗 业者赶紧解释 是因为临时停业 小姐来不及换装 她们都是来领薪水的 真的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很多事情都是要超前防疫 而这样的状况是很多人都没有想过的 你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的这一边 是我们所谓说的在万华区的阿公店 你可以看到人一样很多 照常营业 业未眠 而另外一边就是我们所谓说的 临森北路这一边 那当然昨天就要来鸡茶 在今天凌晨对于全市82家 立案的业者要来鸡茶 要来确认说他们到底有没有乖乖停业 那在临森北路上面的酒店聚集地 因为停业的关系当然就没有了酒客 不止他们旁边的小吃店 生意也是大受影响 深夜时段本来应该是很热闹的街道 却显得相当冷清 店家们很无奈 但是他们说也可以体谅政府的做法 好 很多地方虽然都被影响了 虽然冷清了 但是台湾相对还是幸福的 我们还是可以自由地去到很多地方 我们来看比我们严重很多的美国吧 全美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四十几万人了 他们每天的上升人数 让人看了实在很害怕 而死亡的病例也超过了一万六千个人 其中最严重的还是纽约州 他们再创了单日死亡的新高 他们纽约一天之内就增加了799个人死亡 而另外在纽约的外海哈特岛 也临时分场也正式启动 而另外他们美国的囚犯 在挖掘坟场的画面也开始曝光 另外在美国国内 另外的地方的疫情也是相当严峻 现在另外还传出说 将有一百五十五艘的邮轮 总共载有超过十三万人 将朝着美国前进 如果他们真的到了美国的话 恐怕会加剧美国的疫情 好 另外状况也有点把持不住的日本 日本的东京跟大阪 他们单日的新增确诊人数 也是再创新高 而针对疫情究责的部分 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他首度改口 他认为政治判断的责任在于他自己 好 今天是礼拜五了 哇 我觉得真的是好不容易 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 看到太阳灯 觉得我好不容易真的是盼到你了 真的是 已经七天了吧 有没有思想 对啊 现在下雨就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 也差不多就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我觉得我都快要发霉了 你知道吗 但是今天思想早上又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 说 应同我告诉你 虽然你明天要休假 但是明天太阳公公又要给你跑去休息了 到底接下来天地表会是怎么样 立刻把时间交给你了 或许这是个坏消息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明天中午之前还是可以见到阳光的 透过我们现在四万影像带气资讯 提供给您 再把时间交换给云童 好 谢谢四祥这么详细的分析 如果这个周末假日因为天气的关系 不是要去哪儿的话 或许我们去吃吃美食吧 我们来看看这一家已经是七十年的北方菜馆 道地又独特的风味 同样获得了米其林逼逼逼逼的推荐 它用老卤卤上整整五小时的卤猪肉 肥中带瘦充满胶石的肉丼 入口即化 再包入手工的烧饼里面 肉香 面香 还有芝麻香的融合 是店里面的正店招牌 馆长陈志涵的公司 他推出了干洗手的产品 他希望可以为防疫来做一些贡献 却遭到大批的民众检举 涉行医疗效能的宣传 遭到台北市卫生局经过调查之后 开罚六十万 而馆长开直播大吐苦水了 并且说被北市府开罚 只能怪他自己 只不过他也感叹说 民众党 你2022的选举 就不要找我合作 不啦 每次都是我帮他啦 没有一次 我有什么事情需要柯伦哲帮吗 接种吧 打 每次选举 好 说到疫情爆发之后 还有一个很夯的 当然就是口罩了 但是现在有一些不肖的歹徒 利用大家这种恐慌 想要抢口罩的心态 在脸书刊登了讯息 说有口罩可以卖 但实际上面却是买抠卖抠 现在警方出手了 逮捕了两组嫌犯 手上都没有口罩 只是用手机打打字 骗骗人就骗到了五万多块 可恶 可恶的还有 在台南永康有一家脱婴中心 被家长检举虐婴 有一名家长把一岁大的儿子 拿来拖跃 没有想到在接孩子回家的时候 缺乏上说 为什么他身上有这么多的瘀伤 当下这个脱婴人员解释说 是你的小朋友自己撞到受伤了啦 但是家长觉得不太对劲 把小朋友带到医院来验伤 经过判断这个伤不是撞伤的 社会局上门击查 确实掌握有一名脱婴人员 有不当照顾的行为 对他开罚六万 武汉肺炎带来的经济冲击已经迅速恶化 除了观光航空旅游饭店产业陷入了空前谷底之外 一般民众为了避免被传染的可能 他们尽可能的减少去公共场所的频率 所以不少的餐厅百货业者 营收也是一片残残残 就连一般的菜兰族他们最喜欢的生鲜零售市场 生意也是大受影响 但是业者们只好自立自强 纷纷推出外送还有下沙季的优惠 要抢转防疫甲义经济的新商机 拿着厚厚一叠广告宣传单招揽客人 明明是下午时刻店内却空无一人 另一间朝圣民店顶开风 门口同样冷冷清清 不用排队就可入座 对面那个一方跟那个樱桃爷爷 大概这个月中以后也要卸业 一个月赔15万 他去年就已经签了约了 机器设备也进来了 你如果现在不开 不硬的头开 第一个你违约 那些人 请来的人设备怎么办 你刚刚里面有几个人 曾经一遍南球的永康商圈 如今有些店家悄悄拉下铁门 或者干脆退出不做了 但更多的只能咬牙口撑 这个月 四月份开始 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我可能会让员工都强迫他们 修武新教 去年创下一千万的来客数 外国游客就占了近三成比例 不过武费疫情冲击 加上外国旅客入台禁令 台北观光胜利 永康街人潮明显衰退 最长的差到八成到九成 一般来说香港客人 在台湾的穷物用品那边 消费力还蛮强的 生意至少差五成哦 对 我刚好差不多就是差一百 这阵子以来就是 项目特人就是全部消失 养生的 汗膜的 他没有过往客 客人也不来 趁这个时间点 像他来讲 趁这个时间点生意不好 他就重新装修 本来刚好有机会就是扩充了 可是我扩充完以后也蛮担心的 扩充完以后弄完 因为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它越来越严重 武勇发生现在非常悠闲 很亲近 非常舒服 没有外国 没有人举人 所以很安全 很适合 大家可以很放心地来泳汤上去 现在已经排队云点都不排队 对 不排队 所以很安全 好不好 勉强挤出笑语哦 心中的无奈还是忍不住 写在脸上 这个寒冬先起洗牌危机 永康商圈店家集结串联 自立自强 首先推出优惠券 挽救买气 这次是有商圈我们结合了有56家店家 然后他们各自提供他们各自的优惠 我们那个大礼包期限是一年 因为这波疫情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 它到什么时候会结束 所以我们把时间拉长 也希望说他能够在疫情缓和之后 也能够希望那些人愿意再回到永康商圈来 人经不来 业细持续探底 永康商圈打出了团体战 不等政府伸出援手 努力拼自救 而一项大喊超前部署的新美市 社长侯友宜则不让业者护军奋战 除了第一线聆听贪商需求 新美市更在武汉肺炎第二波疫情 高峰期之际 针对观光零售业者加大纾困力道 你最近生意还好吗 最近开了 我会还一会都在开 有需要先从减少出入口 因为武汉肺炎造成大家不敢来 真的差很多 确诊鱼不乱的时候 大概就会 马上启动 门口的管制 那如果有上播到 这个社区感染 社区传播的时候就控制到一个人 客人不来 我们一直在消化这个地产团 也是会承受